作为一名钢铁工人 他为何求学不倦 不断攻坚克难 他为我国炼钢铸钢行业解决了哪些难题 勤学铸就钢铁梦 林学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丁熙 2018年10月23日 港珠澳大桥宣布开通 在宣布大桥宣布开通 在宣布开通的那一刻 安钢集团的车间内 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港珠澳大桥这项超级工程中 安钢集团提供的17万吨桥梁钢 全部应用在大桥工程的主体 再一次以优越的品质 支撑了中国重大工程建设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在生产港珠澳大桥桥梁钢的过程中 通过锐意创新解决关键问题的 安钢集团高级技师林学斌 三十多年来 他扎根一线 通过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 解决生产难题200余项 那么林学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身为一名钢铁工人 他又是怎样成为大学客座教授的呢 作为一名点检员 林学斌每天的工作就是维护设备的稳定运行 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从业三十多年来 林学斌仅跟企业的发展动脉 坚守匠心 不断求索 为我国炼钢铸钢行业 解决了众多生产难题 他也因此从一名钢铁工人 成长为东北大学客座教授 我是1983年 以老坏兽 换我父亲 我父亲退了修之后 我是接我父亲的班 安钢是进行医师考试 我被分到了当时的第三炼钢厂 在炼钢厂工作期间 林学斌先后获得了外国语专业 微型机应用专业和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的大专文凭 被工人们称为林老师 而作为一名产业工人 他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的技能呢 我进入炼钢厂的第二年 安钢要引进安钢的首台大板批连柱机 连柱机的设备有别于传统的模柱的方式 它是将转如链铢的钢铁 经过我的精炼 然后到连柱系统 生产出连续铸造出来的板批 因此对这样的现代化的设备 需要大批的拥有掌握连柱技术的技术功能 因此我们到了安钢技校进行系统的学习 1992年 连柱喷补机在试用时发生故障 随行的两名国外专家 不断向本部打电话求助 但一直解决不了问题 林学斌决定去尝试解决一下 他拿着图纸回家 仔细研究挑灯夜战 在反复地阅读程序说明后 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癥结 通过修改程序 问题得到了解决 连柱喷补机试车成功 国外专家纷纷胜出大拇指 说周果林厉害 从那之后别人解决不了的 都去找林学斌 原来早在炼钢厂引进 第一套大连柱设备之时 仅仅具备日常外语基础的林学斌 便感觉到 面对从说明书到操作界面 都是外文的机器设备 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为此他才决定去学好外语 高中时候虽然学过外语 但是跟工厂用的外语 还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都是一些专用的名词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 进一步学习外语 参加了大连外国语学院的自学考试 从那以后 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林学斌便开始一边学文化 一边学技术 一边解决生产难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 炼钢厂的设备也逐渐朝着智能化发展 1996年 安刚又引进了 由电脑控制的大连柱生产线 林学斌被安排到了调试组 跟着国外专家一起对设备进行调试 操作界面上的数字不断跳动 林学斌却一点都看不懂 这使他认识到 掌握更多知识的必要性 大连柱这套设备非常的高端 你不能光凭着经验去维护它 只有真正的掌握它 才能有效地处理这套设备的故障 所以我就学习了这个计算机的课程 在经历了三个暑假的学习后 林学斌拿到了微型机应用专业的文凭 回到车间后 他看着外文的操作界面 顿时产生了想法 能不能将系统焊化呢 这个外文的操作界面 对我来说问题不大 但是对大多数的同志来说 操作起来一个外文界面就很麻烦 他们要拿出记录的笔记本 一行一行的去对照 虽然林学斌掌握了专业外语和计算机程序应用 但对于汉化这样的工作 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 他需要自己摸索着去完成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测试 林学斌终于完成了大连柱操作界面的汉化 同事们再也不用时刻对照着笔记本去操作 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1999年 林学斌的岗位从连柱车间调到点检车间 工作内容也从设备维修朝着设备的维护和管理方向转变 越学越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 以前是从事维护工作 像外科医生一样 而现在你是一名点检员了 从事的是设备的点检工作 相当于设备的保健医 为了掌握炼钢厂的所有电器自动化设备 林学斌只能把时间分成两半 白天在炼钢厂工作生产 晚上去参加安钢职工大学电器自动化专业的学习 让自己的技术水平达到工作职能的需求 我的学历并不高 要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 必须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充电 凡是企业需要的 就是我要学习的 林学斌勤学不错 谦虚上进的学习态度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2016年 林学斌被东北大学聘任为客座教授 在课堂上 林学斌与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 以及他对待工作困难和荣誉的态度 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名学生 他的学习与成长之路 让东北大学的学生们深受启发 林学斌并不是简单的 只满足于设备的日常点检和维护 而是在工作和实践中去学习 并在学习中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他让点检人员永远走在故障的前面 创造出连续18年管辖车间设备零故障的记录 那么作为一个走在设备故障前面的人 林学斌有着什么样独特的工作方式呢 长期扎根一线的林学斌创造出连续18年 辖区设备零故障的记录 他的工作方式很独特 总是随身携带三宝 手机 手电和笔记本电脑 手机便于与现场联系 手电来点检 笔记本则是查找处理故障的工具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现场发生电气故障 他都能立即排除 经过多年的总结 林学斌创立了三勤三精三准的科学点检工作方法 就是勤学习 勤学测 勤处理 准确 准时 准备 精心 精细 精通 这种三勤三勤三准呢 用于我们这个对设备的点点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多年的设备维护和革新 让林学斌深深体会到 想要电气设备少出故障 稳定运行 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隐患 2000年前后 炼钢厂连助机频繁发生粘节漏钢事故 给企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为此 安钢从国外引进了漏钢预报系统 林学斌负责对接安装 并编写相关程序 漏钢就是说钢水在结晶器里的吧 形成皮壳 这个皮壳由于某种原因呢 产生了比如说重裂或者卷扎 或者粘到这个结晶器壳上之后 它除结晶器 皮壳中间那些液态钢水就要涌出来 这个钢水一旦涌出来之后呢 就发生了漏钢厂里决定 上这个漏钢预报这套装置 亲自安装和调试 使得林学斌对漏钢预报系统的 软硬件程序都了如指掌 但是他却发现 漏钢预报系统虽然能够在 钢水注满时发出警报 却不能自动关停 还需要操作人员专门控制 林学斌产生了疑问 有什么办法才能在漏钢发生时 让设备自动关停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这个注尽流涨的作用是什么呢 在生产过程中往里推保不上 这个流涨要判定 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停脚 一旦判定时间长 判定时间短 都会干扰它的正常运行 一旦判定不准 还要参与漏钢 为了进一步解决漏钢问题 林学斌开始深入研究 漏钢预报系统的程序设计 使系统不仅能够发出警报 还能自动停车 以减少炼钢过程中人员的疏漏 然而修改程序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 林学斌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反复试验 都没有取得成功 林学斌的防漏钢程序设计成功后 又经过不断的改进 很快被炼钢厂采用 此后安钢炼钢厂千罐不漏钢 万罐不漏钢捷报频传 炼钢厂十多年没有发生过 粘截漏钢事故 林学斌的防漏钢程序 不仅解决了炼钢厂的漏钢问题 还节省了人力 迄今为止 已经累计创造效益四千多万元 凭借务实严谨的工作态度 2015年 林学斌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以前我们连组车舰 曾经出现过八位老母 他们都是因为赐苦耐劳 而林学斌是我们钢厂 唯一一个凭借技术技能 获得的劳模 而且是全国劳模 从一线工人到高级技师 林学斌通过技术公关和技术创新 解决生产难题二百余项 他的多项技术发明 不仅为企业创造了效益 还填补了我国钢铁行业的技术空白 林学斌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 还勤于传授自身技能 他几十年如一日 毫无保留地将所学所想 传授给身边的工友 尤其是培养青年人成才的过程中 他言传身教 从不推脱 直接快速地为炼钢厂 培养高技能人才 2012年林学斌创新工作室成立 迄今为止已包含炼钢 连柱 机械 电器等各种高技能人才 四百多人 在林学斌的带领下 工作室成员立项公关 推广成果 做好技术传承 那么在创新工作室 林学斌又是怎样做好技术传承的呢 作为一名一线工人 林学斌深职 企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 因此他利用创新工作室为平台 通过导师带徒弟的方法 做好技术传承 但是什么样的人才值得去培养呢 我刚进场的时候啊 我的两个事物对我影响特别大 他们呢都是技艺抄群 乐意工作 然后呢我工作当中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年轻人 对工作有热情 也喜欢他们学理论 然后并且把这个理论在工作中 在实现中进行应用这样的孩子 典检员王哲本是工艺车间的操作工 懂得计算机编程和林学斌在工作上多有交集 王哲对于不懂的问题经常请教林学斌 林学斌感觉他很有灵性 便请示领导将王哲调到了连柱车间 并耐心地传授他工作技能 但是对于电器专业来说 现场才是最好的课堂 连柱设备长期处于运行状态 不能随意操作 怎样才能让这些新人增加实践的机会呢 这些电器零件都是似乎从旧的电器柜上缠下来的 经过修工后简单地组装了起来 它包含了整个连柱设备的所有控制系统 这对我们青年职工来说 这是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 在精炼炉炼钢处理钢水脱炭的过程中 需要蒸汽进行抽真空 炼钢厂过去需要的蒸汽 都是从其他单位输送过来的 成本较高 且一旦蒸汽停止 精炼炉便不能工作 林学斌发现 转炉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蒸汽 能够为精炼炉所用 于是便将这个项目交给了王哲 那么王哲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好吗 转炉生产要产生蒸汽 这个蒸汽呢 充分地利用上来之后 可以用于RH的生产 这样呢就一个是降低的成本 第二是当外部蒸汽断了的时候 我靠转炉一样能够维持RH的生产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王哲呢跟着我这个五年了 他就有能力把这个应用完成 王哲对于林学斌提供给自己的机会 自然非常谨慎 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 他就开始查阅资料 设计图纸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王哲就设计出了近40张图纸 让林学斌非常满意 这个过程中呢 我没有刻意要求他去怎么做 只是把这个工艺的过程 向他描述一下 然后他也没有马上下手 也是充分地理解整个工艺的过程 然后看如何能够把这个蒸汽 进行自动地输送到这个RH过程来 在林学斌的指导下 王哲根据图纸独立进行编程 并制作操作画面 很快便将蒸汽自动回收项目安装完毕 不仅是炼钢厂节省了开支 还加快了精炼炉的工作效率 如今林学斌带出的十几名徒弟 有的已经是技术骨干 有的已经走上了管理岗位 这些青年人也逐渐成为像林学斌一样 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 林学斌认为 做事就要做戏 做时 日试日醒 日试日闭 对待工作要时刻保持认真的态度 这也是林学斌对工匠精神的朴实理解 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 肯干 肯钻研 练就一身真本领 掌握一身好技术 就能立足岗位 成长成才 在工作中展现价值 体现风采 林学斌从一位产业工人 成为技能大师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勤学不错 不断求索 善于创新 以身作则 就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情挥洒才能 成就一番实验 感谢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丁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